网上?网上已经流传出了传言了吗? 丽北觉得眼神是血,眼底闪过了一丝冷漠 没有,我还没见呢,我们是出了一点意外,但是他没事 那就好 丽老爷子和别的老人不一样,他没有追着问个不停 在得知迟恩恩没事之后,迅速地冷静了下来 让人去查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查到了是谁你跟我说 我们丽家的人,容不得别人动一根头发丝 他以前可以不接受迟恩恩,但是现在他既然认可了这一位孙媳妇 那迟恩恩就是丽家人了 只要是丽家人,就没有人能够随意地动他 我知道了 丽北觉得在护短这一点上和丽老爷子一模一样 他冷声地说完后,说道 恩恩的事情,我会让霍益抽时间给你仔细地说 你们打算在外面玩多久啊 丽老爷子不置可否 他对已经发生了有了结果的事情并不喜欢浪费时间 但是这件事情和迟恩恩的安全有关 他破天荒地没有拒绝 玩得差不多了,就回来 嗯,明天回来 他们是差不多该回去了 再不回去,那些人也该等不及了 哼,他知道 迟恩恩失声的消息是从医院里传出去的 医院里肯定是有他们的人 对方知道他一点都不奇怪 甚至为了隐瞒迟恩恩已经能够说话这一点 他连酒店都没有待 就把人给带到了岛上来 一来是度蜜月 二来是避开有一些人的耳目 三来可以让这个女人放松一下 现在看来效果很好 至少有一些人是等不及了 丽老爷子很满意这个答案 承深地说 我让管家安排好医生 等他回来,好好地做个检查 嗯,可以 痴恩恩的确是该做个检查 毕竟神经上的毒素和其他的毒素不一样 老头子那里有最好的医生 如果痴恩恩哪里没有检查到 老头子那里的人也可以检查出来 反正有病看病 没病检查一下也可以让他放心 只是老头子怎么想到了要给痴恩恩准备医生 丽北爵挑了一下眉头,有点意外 他比谁都知道丽老爷子的性格 强硬,霸道,专横,并且铁实心肠 老头子竟然会这么地关心痴恩恩 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外面的新闻我会让人去处理了 你们回国了,记得给我打个电话 我让人去接你们 丽老爷子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只是简单地交代着他的话 嗯,就这样吧 他得到了承诺 比丽北爵还要哭 静止地就挂断了电话 丽北爵听到手机内头的嘟嘟声 也跟着收起了手机 霍义一直在客厅里 安静地等候着他打电话 等他打完了才走过来说 绝业,是老绝业的电话吗 嗯 老绝业是不是跟您说了 外面关于少夫人的新闻 他顿了顿,继续道 我正打算要跟您汇报这件事情呢 只是看到您和少夫人还在休息 就没有打扰您 绝业 外面的新闻 老头子会处理的 你不用管 丽北爵随手把手机丢在了沙发上 吩咐道 准备一下 回国 是 霍义恭敬地退了下去 丽北爵烦躁地坐在沙发上 打了一局游戏 等到霍义再次进来的时候 才站起身往卧室走去 凯姓斯大床上 女人还在沉睡着 白皙的侧脸陷入了枕头里 甜静 美好 丽北爵站在床边看了几秒钟 忽然 弯下腰 连人带被子的 公主抱抱了起来 赤恩恩不知道是不是昨晚上太累了 微微地不舒服地皱了一下眉头 很快靠在她的胸口上睡着了 整个过程都没有睁开过眼睛 丽北爵等到怀中的人重新露出了甜静的睡颜 这才迈开大长腿 平稳地往外面走去 丽北爵大手笔地直接调来了四人飞机 从小岛出发 超奢侈的四人飞机 停在了小岛顶部的停机坪上 所有的机组人员 包括空城人员 事先都已经接到了获益的通知 让他们保持安静 他们站在两边 好奇地张望着 终于 他们等得男人出现了 只见尊贵俊美的男人 仿佛是呵护着爵士宝贝一样的 抱着怀中的人 在他怀里的人 用被子裹得密不透风 脸又埋进了他的怀抱内侧 让人看不清楚长相 能够让高高在上的绝业 这么屈尊将贵呵护的女人 除了池小姐外 还有别人吗 在场的人都明白 为什么货管家会事先通知他们 让他们保持安静了 恐怕不是货管家让他们保持安静 而是绝业的意思 绝业是怕他们吵醒了池小姐吧 英俊霸道的男人一走近 所有的空城机组人员 立刻恭敬地弯腰 无声地问好 丽北决跟他们擦身而过 小心翼翼地抱着怀里熟睡的人 上了飞机 霍翼紧随其后 吩咐了两侧的人一声 记得 等一会儿没事不要去机舱打扰 水什么的我会准备的 我要是没有叫 谁进去打扰了 谁就可以回家了 明白没 回家等于是滚蛋 所有人都明白了他的意思 是 噓 霍翼做了一个静声的动作 跟着上了飞机 其他人也轻手轻脚地上去了 各就各位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十分钟后 飞机安静地起飞 整个飞行的六个小时里 机舱里都保持了绝对的安静 一个空城人员都没有敢进来打扰 赤恩恩对于这一切毫不知情 睡得香甜 没有人打扰 他一觉睡到了自然醒 啊 等到他稍稍地清醒了 睁开眼睛的时候 飞机已经停在了机场 赤恩恩刚刚睡醒 头还有一点晕 他撑着坐起来 揉了一下头 看着一旁工作的男人 声音沙哑地开口 丽贝娟 这 这是哪儿啊 你醒了 听到他的声音 工作的男人毫不犹豫地 就扣上了笔记本电脑 回头帮他拿了一杯水递了过去 谢谢 赤恩恩接过水杯 咕噜咕噜地喝了大半杯 喉咙舒服多了 他的头脑也清醒多了 他环视着四周 惊讶地望向他 飞机 我们在飞机上啊 什么情况啊 他不是在小岛别墅的床上吗 怎么一觉醒来 就变成了在飞机上了 就变成了在飞机上了